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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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下垂它是因为 悬掉子宫的肌肉松弛 就像我们 那个弹簧掉了一个东西 我们不是把 那个 东西拿掉 弹簧就不会松 而是 要把它 回复到 原来的地方 2000年出头 那时候开始会有人工网膜 它的那个 材质的问题造成 许多的不舒服 那全世界 只要欧美国家 大概都停止这一些 这个人工网膜 从阴道 我说的是从阴道做的 那 目前台湾还有 还有在做 那主要 我们去分析这个原因 主要 因为台湾的医师 大概会做人工网膜 阴道式的 大概都是 次专科的医师 不过 还有一种是 人工网膜 可以从腹腔 里面去做 这个目前 在世界上 它也是属于显学 是可以这样做的 那目前大概 比较都会用腹腔筋来做 人工网膜 会剪一个像 Y字形的 这个 的形状 那 Y字形的形状呢 把它 这个假设 这个是子宫 这个Y字形的 这个 这个Y开口 会放在 子宫的前方 跟后方 然后把它缝起来 往上拉 拉到这个 我们后面的 肩骨 大家都一直 一直的在 抓成功率 可是 事实上 病人术后的舒适度 还有 病人的生活品质 也是要 必须要来考虑的 那如果有性生活的 我就 不会 去用人工网膜 因为 多少都会觉得 不适感 那如果 八十几岁了 然后下垂又很厉害 那一些 开了好几次刀 又下垂 我就会 建议它用人工网膜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是 这个网膜呢 往 两边 称展 到这个 两边的骨盆 这一边 把它定在这一边 这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不过 这一种 这个手术 它需要相当 相当 久的训练 跟技巧 那不用人工网膜 怎么去拉 有方法的 这个是 不可吸收的线 那 它的材质就是 我们说的 奈兰 奈隆 这很 很硬的奈隆 那像这样 然后 我们就会去摸到 那个韧带在哪边 你就 打上去 打上去 它就固定了 固定了以后呢 它就固定在 在这个肌肉上面 你把它 拉出来 那 这个地方就会缝在 这里 韧带已经固定了 这边 我们就会缝在 子宫上面 那固定好了以后 它就不会往下 掉下来 但是 这个处理的方法 我们的膀胱也是要 一并的做处理 尿世界目前 用这个尿道中断悬掉 是全世界通用 只有英国不神用而已 那我们如果 把它放在 这个尿道放在这个 用这个 把它撑起来的时候 撑起来 缩短 缩紧 它就咳嗽 它就会被拉住 就比较不会漏尿 会有健保脊腹 只有在尿道中断悬掉 会有健保脊腹 子宫拉提 还有阴道 网膜 那个是没有健保脊腹的